作词曲 李宗盛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其实是筹备已久的 之前的手稿 包括它很多的书籍 我们尽量已经选取一些比较清楚的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 我们还有不少东西 会陆续通过网站的形式 倒是通过那个方式展出 陆先生是个彻彻底底的 传统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有一颗中国心 他给我们学院所留下这个怨训 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我们的怨训是学好外国语 做好中国人 同时他在各种场合 所表现出来的 所发表的意义 这种演说或者写的文字 充分表现出他爱国之情 他是一个彻彻底的传统中国人 他的根在这里 陆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 是他作为一个词典编撰家 所作出的贡献 首先是那个新印汉词典 那么新印汉词典的时候 就是他在这个词典的编撰当中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后来印汉大词典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是这个词典的主编了 那么这个是迄今为止 还是中国词典界 就是印汉词典界最有权威 最好的一本词典 陆先生又是一个教育家 他在几十年编撰词典的过程当中 他从来没有脱离过教学工作 那么可以说逃离满天下吧 这么多年来 他培养起来的学生 就是包括我本人 就是对他 就是对学生的那种各方面的关怀 一直就是感激不尽 陆先生就是 不管在做学问上面 还是在教育方面 就是说非常流行 各种各样的细微的东西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他这种严谨的态度 实际上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最主要的就是词典编撰 然后其次文学研究 散文写作跟翻译 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散文写作和翻译